藝術地标 福建大区院 福建的一个地标性演绎的场所 凝结城市文艺脉络 在摩天大楼的林立中间 但是只有一个都市篝火 象征着艺术之火 象征着重庆的繁荣 走近便能读懂城市精神文明风貌 整个苏州是非常美的地方 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平 一漆一城一地 天津这座城市 它是有音乐传承的 天津这座城市 它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事物 品味艺术 融通中外 大楼能让更多人 享受到艺术的美 穿去艺术中心 每一处的功能 都是泛博物馆 我们上海歌剧院的标准 喜欢音乐人的目光 来衡量它 过得了关 它就是一个标准 一览天下 在文化地标 纵览艺术万象 感悟城市之美 处理于闹市之中的艺术圣地 贯穿了历代成都人的生活 我看到景监剧场 就好像是一种朝圣的心情一样 川剧与此发源传扬 接电历史 传承智慧 川剧 它随着人物的发展 故事的发展 它又不拘离航港 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发展 但是一定要来源于生活 走出殿堂千姿百态 从水而走进来了解川剧的历史 让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来喜欢它 来爱它 与陈巧如一起走进成都川剧艺术中心 于天府之国 管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听川剧流转的深深不息 天府之国 属地融城 乐观包容 美丽富庶 在中兴城区 华兴正街 一团红火般闪耀的川剧艺术中心 雍水为伴 与人家烟火为林 亲临历史名城 走进百年剧场 听川剧的个性和包容 读《非遗》的传承与创新 陈彦好 嘉明老师好 陈彦好 您叫我嘉明 您叫我嘉明 陈巧如 川剧表演艺术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川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副院长 她12岁开始学习川剧 24岁荣获第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代表作品白蛇传 四川好人 红遍全国 90年代开始 陈巧如跟随成都市川剧院 赴德国 法国 意大利演出 将川剧带出国门 走向世界 2011年6月10日 凭借作品《御海狂潮》 陈巧如获得她的人生二度美 除了作为演员取得成功外 在担任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副院长期间 她还带领院团原创改编出 花子飘零水自流 烈火中永生等优秀剧目 以传统对话现代 用川剧人物塑造 传递人间真善美 太漂亮了 你知道我刚才在外面 来回走了几遍 我第一个感觉 这个成都川剧艺术中心 热情 这座建筑在散发它的热情 但是又觉得你仔细看它又充满内涵 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它有一种气场在 这个造型我就觉得很有特点 刚才你看了 你说有红色 这就是川人 川剧非常热烈 没错 热情 但是它又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你比如说你看它很宽广 对对对 我们这样看 我们正面看的话 它像有一个武将一样 它的有点翘 它两边有点翘 对对对 它就感觉好像是我们一个武士一样 守住的 但是我们从侧面看 它有像那个皇帝的那种官帽 就这样 也是戏曲里面的 戏曲里面的这样 正面看是我们戏曲里面武将 难怪这么有气场 很有气场 它很安静 但是它有气场 对对对 太漂亮了 然后它前面的两个浮雕 浮雕 对对对很漂亮 它是有那个我们戏曲的这种脸谱 脸谱和服饰 脸谱 脸谱 成都川剧艺术博物馆 多功能排练厅 及会议大厅等区域于议题 今年 成都川剧艺术中心又再次完成了改革建 让这所有这百年历史的川剧圣地再现昔日辉煌 虽历史 虽历经岁月更迭 外观结构不断升级 但它依旧是新老细密心中华兴正街上不变的川系窝子 也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成都市一座传承传统文化的艺术地标 我们这个最早的景江剧场 它是那个楼台亭阁 小桥流水 我记得我当时80年那会儿还小孩 我看到景江剧场就好像是一种朝圣的心情一样 就川剧的发源地 当时我来的时候 那个当时的景江剧场是有几步踢下来 然后前面就是各种的戏牌 今天是哪个老师演 明天是哪个老师演 就是说每天都有戏 在99年2000年的时候 我们重新改建了 它就叫川剧艺术中心 它就在功能上 然后剧场方面有提升了 但是现在我们叫改阔建 就把这个小剧场越来查员 和左肩这边 以前是滑心肩蛋面 来景江剧场 喝茶 看川戏 还要吃滑心肩蛋面 等了 尽管我们现在改扩建了很漂亮 但是当年的功能都在 不光是在还扩大了 也就是说到了川剧艺术中心 整个一个建筑每一处的功能 它都是泛博物馆 我们是这样在 这个概念好 泛博物馆 泛博物馆 它都有故事 新的功能赋予它更多的群众文化的基础 让更多的老百姓看了川剧以后 还能体验川剧 所以这样的话 它的第三次我们的改扩建 它的功能就非常齐全 哇 我特别喜欢这个泛博物馆的概念 就是把它们融入在一起了 对 你说是群众文化生活的场景 但是当年的美食 这边我们身后的越来茶园 茶园 喝茶 那种风情和风味依然都还在 所以你说叫泛博物馆 对 那左肩右肩介绍了 那胸膛呢 我们核心的这个地方 对 就是我们的景江剧场 改扩建 我们把它的功能提升了 比如说从灯光 我们的音响 还有我们的就是现代科技的东西提升了 因为戏曲呢 它不需要很大的剧场 大概就是700人左右 800人以内 我觉得是最能展现我们戏曲的 因为它戏曲 它要看你眼人的表演 要看你的眼睛 要看你的身段 所以你太远了 它人小了 没错 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剧场就保留了 我们原来的这么多的位置 就戏曲的那种热闹的那个场 对 这个规模是最能够聚在一起的 对 这是我们剧院的白蛇传 也是我们剧院最有代表性的 也是川剧最有代表性的 这个是红梅记 也是传统的一个剧目 牧连之母也是一个传统剧目 这些都是我们不同时代的一些剧目 还有《马前泼水》 我们最近演的《花子漂流》 刚拿到《国家秀资金》 《玉海狂潮》 在90年代的时候 是我们根据尤金奥尼尔的 预速下的欲望改编的 叫《玉海狂潮》 是徐芬老师改编的 当时我们带着这台戏 也去了美国 对于文化的交流 我带着徐芬老师的照片 然后尤金奥尼尔的尊孙 带着他的真祖父的照片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隔空交流 太棒了 很有意思这个戏 《玉海狂潮》 由川剧第一女作家徐芬老师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尤金奥尼尔的话剧 于树下的欲望改编而成 全剧围绕欲望这一主题 融合了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特色 及传统川剧 及具写意性的表演风格 通过一个家庭中畸形关系的缩影 给人们以深刻启示 郑相唵 转开了奈爱的上 dd数刊天上揮掘痕 伐斯特 这个戏也有意思 这个是根据四川好人改编的 就是布莱希特的 德国的布莱希特 而且这个戏呢 我们带着这个戏在95年的时候 还到德国去访问演出 还有呢 这个就是《尘埃落定》 这个戏呢 我们是参加了国家艺术节的 这个戏呢 也是我们近来十年 我们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就是根据阿莱老师的《尘埃落定》 改编的川剧非常成功 还有呢 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在建党一百周年 根据我们川剧院 就是我们的老前辈演的红颜 还有许盈峰 还有江姐 我们把这三个剧本浓缩在一起 改编成烈火中永生 向我们建党一百周年 也得到了好评 哇 这回首 就这个展板 我觉得真的让我对川剧 有全新的理解 它是传统的一门戏曲的艺术 但是您看它的曲材 很丰富 它的视野非常的开阔 画剧 世界名著 和阿莱老师的这个名著 小说 好像任何的文化的这个种子 都可以成为它的灵感 所以川剧的包容性非常强 跟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川剧也在不断的发展 如果传统的艺术 你不创新 你不发展 你就会进入博物馆 川剧 戏曲 它是一个活泰的艺术 活泰的艺术 活泰的艺术 它需要一代一代的人来传承 没错 陈远 我听您给我介绍了以后 再看了这些 这么经典的这个剧目的介绍 我现在很想走进景江剧场 您能带我吗 走 走 走 请您给我们全国观众介绍 我们川剧独有的魅力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戏曲 都差不多 都是属于是唱片作打 都是城市化的表演 只是每个剧种 它的语言就是当地的地方语言 你比如说四川 那就是成都话 四川没有 就是用四川的语言 来演绎我们传统的故事 你比如说广东 它就是广东话 河南它就是河南话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川剧的个性非常强 因为什么 因为四川人节地灵 人家说传好字精灵的恨 传好字精灵的恨 所以在戏曲里面展示出来的 它的玩意儿就比较多 玩意儿就你说大家知道的什么 变脸啊 碰火啊 提趴人 变胡子啊这些 它都是来自于我们当地的文化 它的文化的风俗 习庆来展示出来的 所以我们很感激我们的前辈 他们的智慧 给我们留下来宝贵的财富 你比如说变脸 它就是人物的内心的变化 外相化 因为我们舞台距离这个观众是比较远的 所以它很多细腻的表演 它是看不大清楚的 所以呢就夸张的形式 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 实际上我们 我们每个人 当代的年轻人也好 什么样都有喜怒哀乐 是我们每天都在变脸 只是我们没有通过艺术的形式而已 这是第一 第二呢碰火 它是怒气 也可能是怨气啊 你整个玩儿 火气怎么打呢 实际上它就是外相化的东西 实际上这些都是川剧的智慧 也是通过这些表演来宣传川剧 但是作为川剧人 作为我们这个剧总 它不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川剧最重要的核心 还是它的文学性 它的表演性 所以我们川剧呢 它叫三气 三气 人气 仙气 猴气 所以人气就大家看着很好玩 很有意思 猴气 它就是随时出来的这种灵性的东西 你比如说川剧的小生 它贴折折 你看它 哎呀 我看那里有朵花 啪 它贴起来 很飘逸 很灵动 仙气呢 川剧的白蛇传里面 其他剧种的白蛇传 都只有一个女青蛇 但是川剧它不一样 它非常有仙气的 它有男青蛇 它的故事性非常强 它 男青蛇 爱念白蛇 哎 但是它又斗不过它 那怎么办呢 那我只能给你围炉作备了 但围炉作备 男女同行又多有不变 那我就变成女的跟着你呀 你说它多有仙气 在后边永无散 耳屏强听 脑声响 是后人 苦生去探 好 小清为后 爱提边 小清不堪说真些 背作夜去 去探望 愿有之 当教官 愿在悲人 拔情宽 天大志 看待佛的面 下次不可再探望 下次不可再探望 穿这萝卜也很有特点的 没错 我们那个大萝 哎呀 就是河的表现 这个白蛇和小青 看见那个 那边是河 它的形性 它的想象力 非常大的一种空间 各种丑 丑的表现都不一样 只要你有十八八米米 你都可以用上来 从表演来讲的话 穿剧的三小是我们最有特色的 我们的小生 它非常灵动 飘逸 它的表演也很有那种 我们四川话说 刮 喵 美 刮就有点傻娇 就是有点那种魅气 然后呢 我们的小蛋呢 它也非常灵动 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 川剧的蛋脚 它可能和其他剧种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戏曲 它都是城市化的表演 它归蛋脚的画 有青衣 花袋 刀马袋 炉袋 老袋 但是川剧呢 它有行当之分 但是它又不拘泥于行当 我就拿白蛇传来说 白蛇它下山的时候 它非常有仙气 有灵动 那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花袋 它到了船舟借散 它就是龟门袋 就是韩系的这种小龟门袋 成青以后 还有就是端阳经变 那它就有一点大清衣的这种感觉 这种稳重 到了稻草 它就是武丹 金山寺 它就是刀马丹 所以它就说从白蛇传这个故事来讲 白良子这个人物它有行当 但是在川剧它随着人物的发展 然后这个故事的发展 它又不拘泥行当 对 它没有固守那个城市 对 只要你有十八般武力 你都可以用上来 这就是川剧的非常好的个性和特点 小生 小淡 还有一小丑 小丑它就更有意思了 就说我们川剧的猴气 带有喜剧色彩的 小丑 你比如说银贤店 那个店婆子 当他那个贤贫爱富的时候 他说那些话 就说你这个酸修才有 修之后他没得 第一点钱你公娘说话了 没酸啊 他的语言和他的表演 他要坐在那里 退了哟 你坐在这抓住 钱都没得 你还想做忠诚客说 海边很有 他就是会写幽默哈 这个川剧的小丑 从语言到表演都非常接地气 非常有特色 我觉得这是很高级的幽默感 对对对 就观众会会心一笑 对对对 而且川剧的丑 还有文丑 有五丑 有金金丑 有泽子丑 还有婆弹丑 就刚才 还有五丑 各种丑 丑的表现都不一样 你说他多丰富 对特别细腻啊 我理解的这个丑 其实就是一个趣 你看这个丑觉 它分这么多 是因为生活中啊 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人 他都是有趣味的 我们川剧能把这个趣味给捕捉到 对 其实陈远我听您讲到现在啊 我觉得您不是在跟我讲川剧了 其实您在讲四川人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 甚至可以说是一方风俗一方戏 是 因为我是四川人 您刚才讲的这个川剧里面的这些细节 这些故事 我觉得就是四川人的生活 对 是因为有这样的生活 有这样的风俗 才有舞台上这样的艺术风格 对 提炼出来的 提炼出来的 对 所以呢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采风 为什么要去了解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他们的喜怒哀乐 他们的悲欢离合 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你出来的文艺作品才是真实的 才能打动人 才能感动人 当这样的情节展示的时候 观众会会心一笑 对 因为你在舞台上呈现的是我 不是两个人 是台上台下是一个人 对 所以在我们当代的很多作品里面 特别是我们就是说要更多的一种精神的东西 虽然我们很苦很累很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去提炼些什么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说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发展 但是一定要来源于生活 四川这个地方 感觉到人都是吃吃喝喝 好玩 麻将 喝茶 实际上我觉得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种 坚韧的一种精神 所以川剧里面表现出来的东西 它有灵魂的 它不是说教式的 但是呢 又是真实的 比如说坟香剂里面的 它这种手段的表现 都是我们先辈们留下来的好的东西 它在最悲的时候 在他悲的时候 在绝望的时候 它跟你来一点调侃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我们四川人的一种精神和韧劲 不清难哭死心悲 刀起间有口 俗语碎 路往海深妙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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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往海深妙去 江ssä Zither Harp 还有呢就是我们川剧性的包容性很强 从我们川剧的五大声枪来看 以前我们灯系基本上是川剧的音乐的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是五枪共和 有昆 高 胡 弹 灯 五种声枪 从这五种声枪你就可以感受到川剧的包容 但是呢后来高枪就作为川剧的最重要的一种声枪 它是图歌式的没有音乐的 它是通过以洋枪 通过演员第三人称帮枪来定这个调 定调以后要根据演员这个情绪 我们这个是曲牌体 给你这个词以后 你可以根据人物的内心 我可以高八度 可以再高十六度 我可以再低八度 但是我这个行腔要回到我这个调上 我就唱一句这个高腔 他就定这个调了 这个调定了 然后我就要根据他这个调 来唱我当时的人物内心的 我就要唱 小女姑年方儿把这青春送尽了 你就看 他就根据他人物 可能我今天声音不好的话 或者是这个嗓子没有达到这个 或者我情绪没有达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可以 也可以这样唱 这个度完全是在演员自身 他的情绪 他理解的人物 可以上去 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唱 所以它是自由的 这不就是中国的涌炭调吗 对 我觉得就像歌剧里的涌炭调一样 对 这就真的我想像歌剧一样 你到了high city的位置的时候 但是大家它依然还有情感 还有控制 还有各种变化 是啊 它是要在高技巧的基础上来支撑 你的表现力 对 还要有人物 还要有人物 你看我们当时在93年的时候 我们到法国去演出 在法国香社里社大道的 那个原点剧场 演了18场 他们的声场非常好 我们它是不要插电的 没有音像的 我们就是原生态的这样唱 它是一个歌剧的舞台 对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安静 我们的声音虽然是比较谦细 就好像刚才我唱的这种 但他们听得非常清楚 哎呀 中国的川剧艺术 就像高山流水一样 舞台的 演出的 唱的像他们的歌剧 高山流水一样清澈 然后我们舞台的这种调度 我们的肢体语言 就像我们的芭蕾一样 就像我们法国的那种雕塑一样 哎呀 他说戏曲还可以这样演 看了我们中国的川剧艺术 让他们突然脑洞大开 还有这样来表现的 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传奏界闪 我们的舞台是空的 因为我们到国外嘛 不可能带很多道具 哎 我们就一个滑桨 一个饶 我们死传话叫饶片 我们就在船上了 但是你看见他绝对是在船上 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然后我们这个白蛇和小青 看见那个 哎 那边是河 我们那个锣骨 穿起锣骨也很有特点的 没错 我们那个大锣 哎呀 就是河的表现 然后我们 河的也可以是风的表现 所以它的写意性 它的想象力 非常大的一种空间 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 优秀 非常棒 没错 这是我的感受 哇 高山流水啊 你其实是密之音啊 就是在法国遇到了之音 是啊 我们演出 当时走了三十多个城市 就是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 后来到最后的时候 全部加注 比如说我们有些小的表演啊 这些还是听见会心的一笑 你比如说我们川剧的白蛇和喜仙 两个都共生爱莫的时候 他们俩就看 就我们四川话叫看 叫看神哦 然后这个小青你怎么不走呢 一看 哎呀你走啊 他不走 然后就把你们两个 在 看 扇起来 看你们看 然后就 灯 然后我就根据那个音乐的 灯 灯 灯 就代表看神了一样 也能听到这个观众的 会心的一笑 对 这个时候就超越任何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这是人类共情的 爱情那一刻产生的火花 对对对 所以你会听到 全是支撑 法国观众这个会心一笑 对对对 这就是爱 但是我们在用川剧的艺术来表达 对对对对 所以艺术其实 真正的艺术真是没有国界 对对 就你刚才讲的舞台上 我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我相信那个时候 对于法国观众肯定是他第一次看川剧 对 但是他理解 他感动 他尊重 1953年 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后 传统名段不断进入西方艺术殿堂 人物情绪的饱满和表现形式的丰富 让海外观众见识到川剧的独特魅力 荣获国际盛誉 不过随着时代洪流 川剧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 也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的波澜 这让当时像陈巧如一样的许多年轻川剧人 陷入了迷茫 那段时间 对我们传统文化 我的感受呢 就是特别在90年代初期 是比较没落的 就觉得 哎呀你唱传绮 传绮到夸了 进波无关了 唱啥传绮又挣不到钱 又挣不了钱 我记得就在这个舞台上 有一个记者访问我 他说你还要练功啊 都没人看 我说我就自己也跟自己看吧 就那种没落 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有这段经历 演出那么受欢迎 但是这十年我在国内演出很少了 落差很大 那是个巨大的困惑 困惑 实际上还要不要坚守 都是在那段时间 其实我想到那个画面 你会有点逗气的说 我演给自己看 不行吗 对 但是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很心酸的 很难的 听起来容易 但是那段时间坚持下来还是比较难 但是遇到了我的生命中的最重要的贵人 徐芬老师 老妈 老妈怎么劝你 我记得徐老师说 巧如你究竟喜不喜欢穿举 你爱不爱穿举 我说非常喜欢 我觉得它非常好 但是好在哪里 那会儿年轻 不太明白 也不太清楚 徐芬老师就说 你跟着你的心走 你喜欢 你喜爱 就坚持下去 跟我们安排演出什么 所以徐老师就跟我说 白蛇传是我们传统的 你继承下来 你要有新创的 要有你自己的代表作 要有你自己的思想性 艺术性的综合的 所以这个《牧连之母》 就是徐老师跟我写的 我说我要 我说我还是要坚持 我还是喜欢 后来一直到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我被评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川剧代表性传承人 才慢慢地知道了 我们传统的文化 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它是非物质文化 所以在那会儿就更加坚定 我对川剧的这种坚持和喜爱 在陈巧如的川剧艺术生涯 一度陷入困惑时 是编剧徐芬老师 不遗余力地为她创作了《牧连之母》 《青春涅槃》 《马前泼水》等适合她的剧目 突出了她可驾驭不同行当角色的表演特点 加之不断涌入地演出机会 帮助她渡过了难关 也正是有这样一批老艺术家的影响和支持 才让陈巧如一辈的川剧中流砥柱 一路坚守披荆斩棘 在国家振行川剧的号召下 趁势而上 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川剧艺术 既要集中家之长培养新秀人才 又要研发更多题材创新形式升级的剧目 从而打破川剧发展面临的小众化困境 让川剧艺术重新走进大众视野 绽放飞移 戏曲魅力 我确实特别感动 您尽管表达得很感性 但是其实我觉得您很理性 您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自己要坚持什么 坚守什么 但我知道其实您最近还有另外一个心事 因为您已经从舞台上的艺术家 成为了我们剧园的管理者 是 是 是 因为就是这么多过年以后 现在作为这个常务副院长 我做了快二十年了 所以我的心事现在就是 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演员 我们的作品不光是我要演好 我还要让我的学生 让川剧的更多剧目 有年轻人一代一代的这样演下去 传承下去 我还有一个心事呢 就是舞台上的传承和舞台下的传承 光有演员的传承是不行的 我们还要我们的观众的传承 我们观众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年轻人 要培养他们怎么样来欣赏 我特别欣赏您刚才说的一句话说 传承不仅在台上 还需要台下 因为我们舞台上的传承是我们技术 艺术的传承 文学的传承 台下的传承是我们的民主文化的一种传承 地狱文化的传承 这样的话 我们川剧它有更多人来喜爱 更多人来接触 更多人来推广 我还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台上台下的传承 还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 多水马铃 到处都是那个川剧的碟 这是您的心事 对吧 这么多年出了这么多梅花 我们剧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应该满园春色 没错 非常非常的优美 我一会儿跟你介绍我的一个朋友 县长一直卖关子 不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对 江北老师 漂亮吧 太漂亮了 这个地方是有亭有水 非常非常的优美 我一会儿跟你介绍我的一个朋友 好 让他来介绍 好 曾书记你好 你好 江北老师你好 曾书记好 曾书记 陈院长一直卖关子不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鼠园 鼠园就是我们四川那个鼠 对对对 八鼠的鼠 八鼠的鼠 鼠园是以川剧为主题的一个艺术文化公园 以川剧为主题 对 在全国啊 在全国啊 类似于地方剧庄为主题的公园是很少的 鼠园是唯一一个以川剧艺术作为主题公园的这么一个公园 太棒了 我们整个鼠园的片区啊大概分为四栋 鼠园园呢最主要体现我们川剧文化的传承演一部历史的画卷通过图文音响 A2的技术还原我们古老的川剧魅力的文化 鼠园阁呢定位呢是跟老百姓演一场经典的川剧 做一个亲民的一个会名演出 一场文化交流 鼠园圈里边有个小万年台 那么我们的广大的川剧爱好者可以品一杯清茶 哼一段小曲 其乐融融 再往后是我们的景上坊 景上坊呢通过川剧的烟 雪 能够让我们的川剧能够渊远流程 这个公园里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像园林式的这种风貌很漂亮 但是它的空气 它的文化的空气全部是我们川剧的味道 对对对对 所以它非常有个性和特点 因为它形成了定期和不定期的一些交流 已经成了一个川剧文化传承的一个基地了 它有一个吸引力 像磁石一样 大家会聚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鼠园是我们真正老百姓的文化舞台 惠民立民免费开放的川剧主题公园鼠园 在建成后成为了川剧艺术中心 开展线下互动活动的主要阵地 赏一曲名段 品一杯清茶 留一片欢笑 让川剧艺术的老演员有切粗场所 年轻演员有演练阵地 广大票友有娱乐地盘 为川剧艺术走进寻常生活 展开线上线下的互动提供了舞台 助理古老艺术传承发扬 焕发新生 陈远在这个环节其实是想聊聊您的心事 今天坐在这里心情非常感慨 这种感慨呢就是我们戏曲的发展 走到现在我们现在的地位非常高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川剧传承好 让更多的老百姓 特别是孩子 普通的观众 他们能够有机会接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坐在这个鼠园的这个剧场 我们可以从鼠园走进来了解川剧的历史 然后自己还可以化化妆 自己还可以感受一下 还可以看剧 看了剧以后 我们还有更多的互动 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更好的传播 因为我们经常到那个学校去上课 去跟他们讲川剧 我记得我感受比较深的一次就是 我说你们看过川剧没有 没有 你们喜不喜欢 看了以后 他们说我们非常喜欢 以前不喜欢 所以这就是要更多的普及 这是您的心事 对吧 您现在的心事 是希望我们的川剧 不仅仅是剧场里面 传统的艺术 它是生活 它要跟我们现在老百姓的生活融合 因为在这二十年左右吧 基本上每年我都要到学校去 大学 中学 小学 两千年之前 我们走入到大学去 他们都不太愿意看 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记忆 就是我们到四川大学去演出 演出《马前泼水》 《马前泼水》演了以后 每次我都留了二十分钟 和学生 和老师互动 当时有一个老师上来 他说 今天我非常感慨 我要跟你们居一公 感谢你们 把这么好的 优秀的传统剧目 带到我们大学来 让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感受到戏曲的魅力 所以那次对我来说 也是一次非常大的震撼 在那个时候我就坚定 一定要把我们川剧的好的剧目 传统的剧目 还有就是世界改编的这些名著 还有就是我们走到学校去 还有走到学校去 我们还要分大学 我们一定要有思想性艺术性的剧目进去 中学高中 我们就要以我们传统的 你不说山国啊 红楼梦啊 历史性的东西 他们本来也在学历史 没错 小学我们就要带什么呢 好看 好玩 好听 吸引他们 哎呀 学学那么美 那么好听 这样的话 从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年龄间段 然后去引导他们 怎么样来欣赏我们的川剧艺术 传统艺术 针对我们大学 中学 小学 不同的年龄阶段 我们都会用心设计我们的内容 我刚才的感觉就是 这已经不是戏曲艺术 这其实对于学生来说 是一门戏曲的教育课程了 就是用传统文化去影响他们 对 非常佩服 是用心用情 特别棒 所以现在真的是这个 欣欣向荣啊 这样的一个场面 大家也喜欢 我们对传统文化 了解的越多 我们说 我们内心越有一种 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 这种文化自信 我觉得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思想 是一种幸福 是一种美好 对 因为这么多年 我们成都市川剧研究院 这方面做了 还是非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所以我们剧院还肩负着 成上起下 还要我们自己要出作品 还要兼顾下面的发展 比如说兄弟剧团的发展 比如说古诗 演员 还有音乐 我们都要去帮助他们 整个体系 川剧好了 川剧大的环境好了 然后我们才好 我们要带动我们川剧的发展 你说要川剧的大环境好 对 不仅是演员 整个川剧体系 对 我们是抱团在发力 对 在往前走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剧种 从剧院的发展来讲的话 我们剧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这么多年出了这么多梅花 出了这么多剧 我觉得不能一枝独秀 应该满源春色 没错 不管你是从哪个剧团来的 如果你在我成都市川剧院 我都会给你搭建这个平台 只要你有这个能力 我们都是公平竞争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我们要突破 突破什么呢 突破界限 你比如说戏剧院团 那个是哪个的学生 那个是哪个的徒弟 一定要打破 学重家之场 来扬剧种 来扬这个演员的特色 这样的话 才能够成就一个 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我觉得很荣幸 从我们的这个成都 川剧艺术中心开始 一直走到鼠原 无论是你能看见 感受到的 和我们今天的川剧院的交流 你都觉得是充满着活力 欣欣向荣 我在想这种力量聚集在一起 它一定会结出一个灿烂的花朵 会结出这种特别丰硕的果实 是 从一四十多年 从我来到成都 在景江剧场 那种车水马龙 到处都是那个川剧的碟 走到现在 我更加觉得充满了这种更美好的这种憧憬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圆一样 就又走到了 通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又回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复兴 新的一种起向 新的一种 这种开启 我们在我们景江去查 现在我们是面向更大的一种舞台 更多的老百姓 来参与我们传统文化的发展 所以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我们要体验更多的传统文化的尖水 让我们当代的年轻人 我们当代的观众 来感受到我们文化的魅力 就是和他们的生活 也息息相关的 我们的川剧 肯定是会让 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 来喜欢它 来爱它 迈入一座城市艺术地标 拥抱巴蜀特色的文化基因 泡一盏清茶 听一折川剧 感千年文化温度 品飞仪细其魅力 这家音乐学院太漂亮了 这家音乐学院整个校园的规划设计 体现了八个字 叫音乐三居流动地景 我推荐的是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 塞西利亚巴托里 他的那个花枪的技巧 在我听来 我就感觉他像在打金光枪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很多的人 像我一样喜欢他 我当时在演的过程当中 我在想 会不会今天就死在台上 后来反过来想 即便是死在台上 我会有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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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